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凭借多部热门短剧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他在短剧领域的出色表现 确实让很多人看到了他独特的魅力和演技 然而 关于长剧导演递出剧本被拒绝的情况 可能涉及到多种因素 不能简单归印于李牧尘一己之力撑起整个短剧圈 演员选择剧本和角色时 会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角色的塑造 故事的吸引力 制作团队的实力等 李牧尘可能更倾向于短剧的创作和表演 因为短剧在剧情紧凑 节奏快速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能够更好地展现他的演技和魅力 长剧和短剧在创作和制作上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长剧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 剧情和角色的塑造也更为复杂 而短剧则更加注重故事的创新和情节的紧凑性 李牧尘可能认为 在短剧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关剧体验 关于导演递出剧本被拒绝的情况 可能还涉及到其他因素 比如制作预算 演员档期等 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演员对剧本的选择和接受程度 李牧尘在短剧领域的出色表现确实令人瞩目 但不能简单地将长剧导演递出剧本被拒绝的情况 归映于他一己之力 演员选择剧本和角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我们应该尊重演员的选择和决定 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展现出色的演技和魅力 演技炸裂 征服观众心 在短剧纸笔中 李牧尘饰演的女主角经历了 从青涩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 无论是悲伤 愤怒还是喜悦 她都能够通过细腻的演技完美呈现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 与她一同经历角色的成长与蜕变 坚持梦想 不忘初心 李牧尘的演艺之路可谓是一段充满热情和执着的故事 自小就怀揣着对表演的热爱 她仿佛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对舞台的向往和亲近感 这份热情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消退 反而随着她的成长愈发浓烈 最终引领她踏入了演艺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 短剧行业虽然竞争激烈 但李牧尘却从未因此退缩 她深知在这个行业中 要想脱颖而出 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于是 她不仅投入大量时间学习表演技巧 还不断参与各类演出实践 磨练自己的演技 她的努力和坚持 让她在短剧圈中逐渐展露头角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李牧尘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结果 她始终坚信 只有真正热爱表演 才能在这个行业中立足 因此 她不断地挑战自己 尝试不同的角色和表演风格 力求为观众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 如今 李牧尘已经成为了 短剧圈中备受瞩目的焦点 她的演技得到了广泛认可 作品也备受好评 但她并未因此满足 而是继续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和追求 期待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李牧尘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并为之付出努力 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 她的演艺之路虽然充满挑战 但她却用自己的汗水和才华书写了一段传奇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在短剧潮流 短剧《新风》上 李牧尘的成功确实不仅仅依赖于她的出色演技 更在于她敢于尝试和创新的勇气 在短剧直笔中 她展现出了对故事情节的创新性改变 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寄居古典 因为又充满现代感的作品 这种尝试和创新不仅体现了 李牧尘对演艺事业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也展现了她对观众需求的敏锐洞察 她深知在短剧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 只有不断创新和突破 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赢得他们的喜爱和认可 李牧尘在直笔中的表现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她演技的精湛 更让人们看到了她对短剧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演员 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 可以说 李牧尘的成功是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对艺术的深刻理解 以及敢于尝试和创新的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 她的演艺之路虽然充满挑战 但她却用自己的才华和勇气书写了一段传奇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继续引领短剧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粉丝狂热追捧 短剧圈顶流 随着直笔的热播 李牧尘的人气持续飙升 她的粉丝数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惊人的增长 她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了 粉丝们互动和留言的热门场所 每一条动态都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弦 无论是深情告白还是简单祝福 都体现了粉丝们对李牧尘的喜爱与支持 在公开活动中 李牧尘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粉丝们的狂热追捧 她的出现总能引发一阵尖叫和欢呼 场面热烈而壮观 粉丝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难忘的时刻 与她共同分享喜悦与感动 李牧尘的成功并非偶然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 敢于尝试的精神以及对艺术的深刻理解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的作品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短剧的魅力 更让人们看到了她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热爱 如今 李牧尘已经成为了短剧圈的顶流女王 她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短剧领域 她的成功故事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的故事也让我们相信 只要有才华和勇气 就一定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大放一彩 随着李牧尘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断突破和创新 相信她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精彩 我们期待着她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 也祝愿她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实现更多的梦想与追求 短剧圈的《新星》 未来可泣 李牧尘却是凭借她出色的演技 卓热的才华以及坚定的梦想追求 成为了短剧圈的顶流女王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的表演技巧 赢得了观众们的广泛赞誉 同时 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坚信李牧尘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她的才华和努力必将让她在短剧圈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们期待着她在角色塑造 举情演艺等方面的更多突破和创新 为我们呈现更加精彩的表演 除此之外 我们也希望李牧尘能够保持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初心 不断挑战自我 探索更多可能性 相信她会以更加成熟和出色的表现 回馈观众们的支持和厚爱 李牧尘作为短剧圈的顶流 无疑已经成为了无数粉丝狂热追捧的对象 她的出色演技 名人魅力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都使得她在短剧领域独树一致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粉丝们对李牧尘的狂热追捧并非空穴来风 她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无论是细腻的情感表达还是精湛的演技呈现 都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她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戏剧张力 让人无法不为之动容 在社交媒体上 李牧尘的粉丝们纷纷留言表达对她的喜爱和支持 他们分享着李牧尘的照片 视频和演出信息 积极参与她的线上活动 为她点赞 转发和评论 每一次李牧尘的公开活动 都能引发粉丝们的狂热追捧 现场氛围热烈爱激动人心 李牧尘的顶流地位不仅仅体现在粉丝数量上 更在于她在短剧领域的影响力 她的作品不仅收视率高居榜首 更在各大奖项中屡获殊荣 她的成功也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投身于短剧事业 然而 面对粉丝的狂热追捧和短剧圈的顶流地位 李牧尘始终保持谦逊和低调 她甚至自己的成功离不开粉丝的支持和团队的付出 因此她更加珍惜每一次演出的机会 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现力 我们期待着李牧尘在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相信在她的引领下 短剧行业将会迎来更加繁荣和发展的新时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